大家好 我是Mira 最近大家不是經常來家的 其實我一向都是一個宅女 但是就更加宅 一個星期可能出一次 也不知道有沒有一次嫁 我經常都聽到大家說 其實現在經常不能出家都很好 不用花那麼多可以省錢 這個說法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不成立的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很喜歡網購 尤其是韓國的網購是超級方便 其實不出家真的不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這幾天我又在網購 其實每一天都在網購 我說到網購可能有些是買菜 有些賣日用品 可能大家也有發現 其實我是挺喜歡常常變換家的設計 所以其實如果有細心留意 就知道我的客廳是變換了無數次 然後最近因為留在家的時間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家這個環境 我覺得是時候可以做一些變換 所以我又在網購買了一堆東西 看看價錢 原來我花了差不多五十萬元 大概是五七三五 大概是三千五百元港幣 所以現在就要跟大家出來開箱 我究竟用了五十萬買了些什麼 基於時間和衛生的關係 我已經把某部分的東西拆了 然後放在門口這個位置 就不能和大家一起見證那個拆箱儀式 有一點可惜的 不過我覺得貴心比較重要 好 那很日常的那些我就不拿出來 譬如紙巾、水那些 我就不和大家分享 第一件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因為最近就經常自己煮食 也都非常之喜歡了煮食 那大家不是經常叫我換了一個粉紅色鍋 所以呢 我就買一個新的鍋回來了 就是這個粉紅色鍋 大家說裡面用到化妝不要再用了 這個鍋真的很小 它應該是十四還是十二 因為我用的是電磁爐 電磁爐其實不是所有鍋都可以用的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的Coupon買東西 就是因為它可以翌日馬上送來 但是Coupon裡面 就沒有找到我想要的這個尺寸 所以呢 就退了一步 買了大一點的尺寸 但這個應該也很漂亮 好像很漂亮 但真的有點大 打掛什麼顏色 1 2 3 3 它好像很漂亮 它還不錯 這個鍋很有質感 但是它很重 我現在買這個16CM 它是我一隻手掌那麼大 這樣叫大家可以看到分別嗎 還有它裡面有黑度 雖然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沒有 沒有買錯 好漂亮 成功 大家就會經常看到這個鍋出現 我煮烏冬的時候應該就會用它 然後就是大家看這個畫面 都會看到驚心動拍的 就是我用刀的畫面 因為煮一煮飯 我發覺其實我用刀的情況也挺多 然後我發覺其實我是不夠刀用 我經常用那把綠色的小刀來切東西 其實我買它只有一個原因而已 兩個原因 首先它不算太貴 因為刀有貴有便宜 所以我又不想買得太貴 因為懂得用刀的人 或者是專業的廚師 才配用一些很高級的刀 那我這些一般人 就用一般的刀 而它這個價錢不太貴 它一放 炒味的 OMG 為什麼實物可以漂亮到這樣 超漂亮啊 白色 我是因為最近我發覺我經常吃多屎的關係 我覺得有把麵包刀是會好很多 然後剛巧我看到它裡面是附有這個麵包刀 我真的超漂亮 而且它有送這個 但我想說 因為平時我們用的刀都是銀色的 但是因為現在它是白色 所以 看上去其實會覺得有點兒戲 所以我覺得 將來用刀的時候要更加小心 我一直以來都想買白色的刀很久 因為我經常覺得 刀為什麼一定要用銀色呢 終於被我找到白色 好漂亮啊 大家之後就可以經常看到 它們的存在 穩住 好 有這麼多刀 所以我發現我需要一個刀架 但我看到它這個牌子 它是沒有出刀架 所以我就另外買了刀架回來 沒有白色 我只可以買合適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架 它裡面是有孔的 所以你洗完刀的時候 你這樣放 它的水就可以流到下面 這樣流出來 都可以啊 白配合 而且它很便宜 好像八千塊 然後也是廚具的部分 買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總之是很熱的鍋 或者是焗爐 你就可以用它來夾著拿出來 防熱手套 為什麼我會買直膠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方便容易洗 因為之前有想過用手套 但手套始終是太大 但我的廚具其實都不是太大 譬如我這樣拿這個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才是剛剛好 然後因為最近我常用焗爐焗東西 每次都要用那個鉗 其實有時候有點不方便 所以就買了這個 是鱷魚的防熱手套回來 好 接著呢 這個其實我想買了年多 搬進來的時候我已經想買了 就是這個放調味料的瓶 因為我的鹽 糖 其實全部都是一包買回來 然後我就直接用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會覺得挺不方便的 我看到很多調味料的鞋 全部都是打開 然後裡面有一隻匙羹拿出來 我覺得很不方便 超級不適合我 所以我們找了很久 終於買到它是兩個口 那我就這樣打開 我一隻手就可以完成這個調味的工作 非常之好 重點就是呢 設計漂亮 它還有這裡有附送貼紙 砂糖 鹽 味噌 芝麻 黑椒 辣椒粉 它全部都有附送在這裡 那直接貼在這裡就可以了 待會弄得漂亮之後 給大家看看 那個製成品是如何 好了 然後油刀呢 怎麼可以缺少它呢 就是這個 砧板 砧板 砧板這東西呢 也是想買了很久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用那些很薄 然後有膠的那些砧板 其實那些砧板也挺好用 挺方便 但是始終覺得好像 用真正的砧板 煮起飯上來的時候 心情會好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 而且它不貴 它是一萬多瓶 我覺得很划 而且我覺得它很好的是 因為它一套這樣來 它有一個架 然後它有分 切菜 切肉 還有切魚 因為其實切不同的食材 是要用不同的砧板 最重要的是它的重量不太重 而且它的設計多漂亮 而且它不大個 其實我覺得我用得最多 應該就會是這個 Legitable 萬一萬一 挺不錯 這個廚具的部分 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跳進這個 裝飾的部分 那我家長期以來 都是一個正式的狀態 搬進來的時候 就是白色系 然後半年前就變了黑色為主 其實我一直覺得都漂亮 只不過我覺得 生意這件事是 偶爾需要有的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 很歐陸氣色的東西 我就買了一些地毯回來 我覺得其實地毯可以很影響整間屋子的感覺 其實地毯買了四張 給大家看一下這塊小的 它三個都是同一個花紋 有一大一小的這個 給廁所用的地毯 然後有一個長的 這個就是廚房用的 而且超漂亮 我家裡從來沒有走過這個風 其實一直都很想在家裡 加入一些花紋 但是因為我覺得花紋 好像比較容易體驗 所以之前就這樣用正式 但是其實後來發覺 正式都是會驗 所以真的無所謂 比我想像中漂亮 而且 都是那個不貴 Coupon買的真的 可以很便宜 耶 然後就是大的這塊 哇 地毯真的很重 不過這塊 算 算是這樣 它的質地跟我想像中的不同 很Smooth的毛 有點像公仔的這個感覺 等等 我們打開給大家看 我買這個尺寸就是 140x200 就是一張雙人床的大小 因為地毯的大小 會影響整個廳體的觀感 如果你的廳很大 你把地毯買得太小 其實就很突压 相反 如果你的廳很小 但你的地毯買得很大 就會令到環境看起來很狹窄 所以我這個廳的尺寸 就是一定要買這個尺寸 或者是再大一點 可能200x230都可以 其實我想說 韓國買地毯是不是一件便宜的事 如果你可能找正式的地毯 現在用黑色這一塊 都不是很高 好像二萬多 之前白色的毛毛地毯更便宜 它是一萬多瓶 但如果你又開始想就一些歐綠色 或者一些花紋 總之是有些設計的款式 很貴 我這一張其實算便宜 五萬多瓶 正常來說 這個尺寸可能也要九萬瓶起跳 其實本身是想要其他款式 但是我看到這個尺寸 起碼要14萬15萬 我真的不想用港幣千多元去買一張地毯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今次想買一些淺色的地毯 如果地毯太貴 然後我不小心弄髒了 我會很心痛 而且因為我挺常常在這個位置吃東西 雖然我吃東西很小心 我從來沒有弄髒過地毯 但是 都怕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 盡量買一個價錢 比較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想說 它這個地毯 不知道 跟上網看有少少分別 好像 因為它現在來了 這個位置真的是白色 我本身以為它是淺黃 或者是米色的 但是 原來不算 等我到時真的鋪在地上 我就會給大家看看整個效果 但我家裡就會開始走這個風格 大家請期待 好 因為 家裡想走這些 小小歐綠色 小小復古的感覺 所以 都買了相應的裝飾回來 例如是這個 因為其實 我窗口那邊 其實我全部都是白色和木的東西為主 我是挺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我都不想浪費 所以這次整個風格都會走 木 白色 然後一些花紋 我都買多了很多木的東西 它比我想像中大 還有比我想像中重 因為我最近常看韓國的室內的設計 然後很突然家裡也有掛這個東西 因為它有些洞洞 所以 例如我可以插一些假的花 或者插一些假的草 就可以營造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還有這一塊 這個本來是用來遮門的 但其實我也是買錯了 本來以為它很長 怎料它現在只有這麼短 這些蕾子的花 其實也是很容易配襯所有的東西 而且它這裡是有個洞 可以讓你塞子通進去的 所以 可能會放在某一個門的位置 好 接著這個 它是實物來的之後 我覺得 我只要買錯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我打算有沙發旁邊 我會放一張桌子 然後是有些花紋的 然後我想coupan找桌子 它就出現了這個 但我覺得因為有色差的關係 因為上網桌子是沒有那麼綠色的 不是我想像的那種 而且它很大塊 好像140x140 有時候上網買東西 就可能 是有這個 實物圖不一的 這個問題 到時候整個家裡 換了才知道感覺是怎樣 然後因為我電視機下面 其實因為一直都沒有特別擺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收納的位置 但我因為沒有一些貴的關係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紙箱 它是一套兩個 不是特地想買這個 是因為沒有其他白色可以選擇 它是真的紙來的 紙皮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紙皮來的 喔 它很大 不錯 你看 是這樣 比我想像中好 這個油 因為本身以為它很扁 但厚度不錯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塵 所以一定要買一些有蓋的東西 才可以 OK 好 接著就是這個壓力棍 大家都看到那個位置經常都拍到 還有因為有時候叫外賣的時候 如果我道不開得太大的話 外賣那個人可能都會蒙不來 所以其實我也想遮蓋很久 但一直都沒有買到 所以趁這個機會 就買了這支棍回來 好 然後這個呢 哇 期待了很久 剛剛那些東西 我全部都是在Coupon買的 但是這個呢 就是一個叫做 DECO VIEW 超美 哇 它 神經的 很漂亮 我不是說我迷上了花紋這個東西的 然後當時我一看到這個花 然後呢 我就 哇 立刻忍不住 下單 我現在買了三樣東西 但是都是同一個花紋的 首先就是這個Tray 超級有質感 怎麼可以這麼漂亮呢 嘩 它這個紋啊 除了用很漂亮的形容 不知道可以用什麼形容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啊 紙巾圖 超級有質感 OMG 嘩 很漂亮 像白色 加一個這樣的重點 其實已經是很漂亮 還有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 然後這個 這個我又期待了很久 它這個是窗簾來的 嘩 漂亮得嘔 神經病 但是呢 我就沒想著會用它來做窗簾 用來放我家裡的某一個位 或者其實它用來做桌布都很漂亮 我覺得最漂亮是這個Tray 但是如果我喜歡這些窗簾的話 要去買 我會在Infobox上放連結 嘩 我最滿意是這個 怎麼說呢 我覺得客人的東西是 大眾化和快捷方便 然後價錢 親民 因為其實這幾樣東西 嘩 嘩 特別便宜 因為這個Tray都要16,000 這個也12,000 香染的話是2萬多 還有還有一樣 我跟大家說我要買這個 無線的吸塵機 它多小和多輕 為什麼我會買多一個無線的吸塵機的原因呢 是因為 首先就是因為我本身的吸塵機有線 所以其實 我去到哪裡都要拖著條線 然後幾不方便 而且因為呢 本身我喜歡迷你吸塵機 就是在車上用的吸塵機多一點 但我本身那個是分開不了的 這些角落頭的位置都吸不到 而這個是可以分開 它可以 就這樣用 然後它竟然有電 現在 先試一下 我想說 本身那個吸塵機是吵到刺肺 就是凌晨用的話 我常常會怕會不會 就是隔壁會聽到 但這個完全沒問題 停一下我覺得 停一下我覺得 而且重點是它不太貴 啊 這些設計好 它很方便清洗 今天買的東西都很滿意 因為 都大部分是 我預期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然後 非常之滿意 我今天買的東西 所有的連結都會放在 info box 如果住了韓國的朋友 需要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 但如果不是住了韓國的話 非常抱歉 基本上只是國內配送 所以 就 沒有辦法了 那好吧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這支影片 記得FollowIG的話 就可以知道 最新動向 我現在就要 將我的客廳改頭換面了 我們下廳影片再見 Bye 好可愛 我買了這東西回來 我不知道 它是什麼 但是 看它的韓文 我猜是金吉來的 第一次用這把刀 噢 它聞到它是橙味 這把刀也很厚 牛油 牛油果呢 其實我知道 這個又是未熟 其實我知道呢 是用刀這樣做出來 然後一拎 就可以了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為什麼我會用匙羹 就是因為 我用刀拿不出來 咦 行啊 原來是成功的 就算它的核子爛了 我記得留言 有人說過 如果吃不完牙肉 可以 跟核子放在一起 就可以 不會讓它變黑 所以我這次要試這個方法 可以 超硬 又是未熟 但是白刀很雷 很好切 它是軟的豆腐 但是有沒有 酸豆腐 那麼軟 韓國實在有太多硬的豆腐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軟的 因為我看到大家說 牛果是一天不可以吃超過半個的 所以今天我只吃半個 明太子 其實我是第一次吃這種 一種明太子 不知道它會不會很鹹 因為我打算用來拌飯 先試一下 好像不是很鹹 然後最夾明太子的 我覺得一定是美乃滋 所以 放點美乃滋在旁邊 好 晚餐 聚會 香水 其實我都是超 Mexe 我喜歡吃豆腐 從小到大都是 从前喜歡吃甜的豆腐 現在是 沒有分別是豆腐而嫌 我只可以說 喜歡明太子的人就會超喜歡他 但不喜歡他應該會覺得他很噁心 我記得我接觸明太子之前 我還不知道他是什麼來之前 我是覺得他外表實在太噁心 所以我是碰都不碰 一吃了之後就 當他在我的口腔裡面爆炸的時候 原來一直錯失了這麼好吃的食物 我記得留言說 這些像頹飯 但是我又不覺得 比起咖啡或者一些Fusion餐廳 其實他們都會這樣做一些飯 所以我又不覺得頹 比起以往我吃的即食食品 這些是健康很多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吃得開心 這樣才是最重要 這個飯是昨天叫印度咖哩的時候 吃不完的飯 但我個人還是喜歡珍珠米或者韓國米多些 吃這些豆腐在香港的話 我就不會生吃 而且好像說是不可以生吃的 韓國的話 因為我看到每個人都會生吃 所以我就這樣做 他們會稱這個叫做豆腐沙律 超好吃的一個冷盆 基本上淋醬上去就搞定 非常好吃 我絕對不是因為喜歡喝酒要喝酒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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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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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